大家好 我是上映演員劇團的演員陳龍 很高興在這裡跟大家見面 我是土生土爽的上海人 然後因為這次上海出現這樣的疫情 其實作為一個上海人來說是心挺不舒服的 我最直觀的感覺就是家裡有事 我就必須也得出去 其實在網上看到最多的可能就是 我穿上綠馬甲 拿著喇叭在那喊的那個照片 其實那就是我第一次 我記得在4月6號 我們小區第一次出現有一例陽性 是說集體要核酸 然後我就報名了,我說我去 在出門的時候,我大兒子跟我說了一句 爸爸你不要感染病毒 我回來以後,他又站在門口 然後他說,爸爸我給你寫一張紙條 他說你看一眼 我說爸爸現在身上特別髒 我說我得把衣服什麼都換了 起完之後慢慢看 然後他好像有點失落的就走了 然後我進去了之後 就把這張紙條我就放在我的床頭櫃上 我想晚上再看 在晚上我零睡前我打開的時候 其實我特別感動 他是用非常有限的文字 和他能表達清楚的這些詞語 寫了一張大概有四行字的一個小紙條 大概內容就是說 上海生病了,他需要我們所有人的幫助去康復 我爸爸去做醫生了 他要拯救上海 然後希望我爸爸不要感染病毒等等等等之類的 其實特別簡單 但對我來說心理觸動特別大 我後來跟他說 爸爸既不是醫生 也拯救不了上海 但是爸爸只是做一些力所能心的事情 我們需要在別人有困難的時候 伸出雙手去幫助他 因為這是我們的家鄉 其實我覺得我們現在做的每一件事情 必須要有必勝的信念 和給大家 給所有生命所有人帶來希望 這是一定要有的